你好 欢迎你每天听本书 本期音频给你解读的是 黑石创始人彼得·彼得森的自传 题目叫做黑石的选择 在这个音频里 你会听到彼得森是怎么把人生经验 融会贯通 在商界 政界和华尔街等不同的领域 都做到顶尖位置的 黑石公司是美国著名的 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1985年由彼得森和施瓦茨曼创立 黑石公司刚创立的时候 本钱只有40万美元 但是它今天的市值 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 控制的资本超过了4000亿美元 同时它的经营风格 对私募股权投资这个行业的发展 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彼得森创立的黑石 已经成为了全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私募机构 也被称为华尔街的资本之王 在公众眼中 私募机构的运作是有些神秘感的 而位于行业金字塔尖上的黑石公司 就更神秘了 黑石的选择这本书 和另一本叫资本之王的经典作品 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黑石成长史 也能让我们近距离的观察 私募股权行业 不过这两书的重点不一样 资本之王那本书 是从公司的角度讲黑石一路走来的经营和运作 而今天要说的这本书 则是从创始人的角度 讲创始人之一的彼得森的人生经历 这本书讲了他怎么创立了黑石公司 又怎么塑造了公司的商业逻辑 同时又怎么进一步影响了私募股权这个行业 我们先来说说彼得森这个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一生能够做成创立黑石这样一件大事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对于彼得森来说 这个只不过是他众多成就中间的一项 彼得森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小城 他是希腊移民的后代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广告业 27岁就成为了著名的广告商 麦肯公司的副总裁 然后他转头制造业 在34岁的时候 当上了美国财富300强企业贝林巧的总裁 然后他又进入了政坛发展 先后担任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 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和商务部长 他在经济上发挥的影响力 堪比外交领域的基辛格 在退出政坛之后 彼得森进入了华尔街 拯救了老牌投行雷曼兄弟 然后他离开雷曼单干 创立了黑石公司 同时也造就了华尔街的奇迹 在黑石走上正轨之后 彼得森就逐渐淡出了经营前台 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 但是他还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接手了美国外交协会主席 并且拿出1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 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一个人一生之中 在这么多行业都取得了顶尖的成就 可以算得上是跨界之亡了 这本自传有一个副标题 叫彼得森的人生七堂课 彼得森把自己的人生经验 总结为七点 分别是发挥比较优势 思想不能懒惰 勇于行动 跟随直觉 寻找事业和生活的平衡点 目光长远 还有忠于自己 而在这七点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七条忠于自己 彼得森虽然在不同的领域跨界 但是不管在哪儿 他都始终坚持忠于自己的原则 内心和道德标准 而有意思的是 很多时候他转换人生轨迹 其实不是心甘情愿的 而是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了挑战 然后他选择忠于自己 放弃了原有的事业 结果反而另辟蹊径 开辟了全新的人生领域 他能够在不同的领域游刃有余 和他善于把不同阶段的经验和积累 融会贯通有很大的关系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第一我们来看一下 彼得森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如何一次次另辟蹊径 开辟新的人生领域 成就跨界人生的 第二点我们来看看 从商界到政界再到华尔街 彼得森在跨界人生中 他是怎么把不同阶段的经验积累 融会贯通的 第三我们来看一下 彼得森所坚持的价值观 如何为黑石塑造独特的商业模式 也为自己开辟了公益人生 好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彼得森 怎么面对人生挑战和开辟新领域的故事 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彼得森的人生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他的人生看上去就好像是开了挂一样 但是在这一连串光鲜的成就背后 彼得森人生的另一面是连续不断的挑战 他年轻的时候在广告业可以说是年轻有为 风光无限的 但是他也遭遇到了无良老板 在他从政的时候 他也在世界政坛上为美国的经济利益冲锋陷阵 但是他却卷入了勾心斗角的白宫纷争 而后来在他好不容易帮助雷曼公司 摆脱了破产泥潭之后 却被内部政变所威胁 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打倒彼得森 他选择坚持自己 他不惜放弃手中的事业 另外开辟全新的领域 而这种放弃反倒成为他调整人生轨道 实现人生跨界的转机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 他在面对每一次重大挑战时 所做出的选择 我们先来看 彼得森职业生涯遭遇的第一次挑战 在大学期间 彼得森就发现了 自己在市场调查方面的独特才能 所以他在毕业之后 就抓住机会进入了广告行业 在著名的广告公司麦肯任职 他充分发挥才能 可以说干得风生水起 27岁就当上了麦肯公司的副总裁 当时是职业生涯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就在三年之后 他就碰上了一件事 这事是这样的 当时彼得森把自己 关于广告行业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的想法 包括对于麦肯公司 未来的定位的设想 整理成了一篇文章 然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很多同事 也包括分享给了他的老板马里恩 他是想跟马里恩讨论一下的 但是这个老板马里恩收到之后就没有回复 感觉就是看了文章之后不感兴趣 不过在几个月之后 彼得森就发现 马里恩居然把这篇文章就发表在了广告行业的杂志上 而且一个字都没改 就连标题都一模一样 最后数的是马里恩自己的名字 那这个举动就让彼得森非常震惊 他就失去了对马里恩的信任 后来公司又发生了其他几个事 彼得森就对老板马里恩越来越失望 其中一个事是这样的 当时麦肯公司陷入了一个困境 就被迫裁员 但是马里恩居然在这个时候 受益公司购买一架公务飞机 这个飞机主要就是供他自己享用 而且马里恩还在董事会上提案 他希望用员工的退休基金来套现其他投资 然后再来购买麦肯自己的股票 这个做法对于员工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而更过分的是马里恩宣布 自己担任这个基金的受托人 等于说他可以利用托管这些股票的机会 进一步加强自己对公司的控制 而彼得森对于这些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他在这次董事会的表决里面 投了反对票 彼得森就觉得和这样的老板共事 是对自己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双重挑战 所以他宁可辞职 也要离开这个看上去能让自己虔诚思紧的公司 这时候马里恩用总裁的职位来挽留彼得森 但是彼得森最终还是坚决选择放弃 我们看在放弃的背后 其实是彼得森的坚持 他坚持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在离开广告行业之后 彼得森进入了制造业 他在一个叫贝林巧的公司找到了工作 这个贝林巧是一个美国老牌的厂商 是美国财富300强企业 主要产品是生产电影器材 微缩胶片和投影仪的 因为彼得森在市场营销方面表现的非常出色 所以他在35岁的时候就当上了贝林巧的总裁 也成为了美国商界有名的青年才俊 这次行业转换的成功 可以说是对彼得森坚持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回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彼得森面对另外一次人生挑战 是怎么做的 他在离开政界之后进入了华尔街 他帮助华尔街的老牌投行雷曼兄弟公司 摆脱了濒临破产的危机 而在这之后 他也当上了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 但是他的人生又遇到各种变故 首先是健康出了问题 他被查出患有脑瘤 然后又遇到了婚变 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搭档抓住机会发起攻势 先是要求跟他共同担任首席执行官 然后又得寸进尺 企图成为唯一的首席执行官 而这一次彼得森又选择了退让 他放弃了在雷曼的权力和地位 坚持了自己不愿意内斗的操守 结果也正是这次退让和放弃 迫使他彻底离开了那些 充满内部争斗的华尔街大公司 彼得森在自己快60岁的时候开始创业 他和雷曼的老同事 施瓦茨曼创立了黑石公司 也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大的一次成功 好 上面就是彼得森面对两次挑战 做出的选择和开辟全新领域的故事 第一次面对的是无良老板 而第二次面对的是公司内部的政变 他的选择都是放弃原有事业 转换人生方向 放弃的背后则是他对自己价值观 和人生信条的坚持 这种坚持是彼得森个性的一部分 这个和他父母的早年教导是有关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坚持也是彼得森做出的理性选择 首先彼得森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他更重视长远的利益 他认为价值观不合 是一个必须警惕的大问题 放弃原来的事业虽然非常可惜 但是在价值观不合的情况下 事业是不可能长久的 自己的才能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还有彼得森相信 原来领域的经验和积累并不浪费 而是一笔握在自己手里的财富 在新的领域照样有用 就算是去别的领域 也能开辟出一片新田地 他的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好 这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彼得森是如何把不同阶段的人生经验和积累 融会贯通的 我们来看彼得森的职业生涯 从商界到政界又到华尔街 那我们要问 他是怎么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都游刃有余的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他善于将某一个阶段的经验和积累 带到下一个阶段中加以运用 结果往往会收获奇效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 彼得森在广告行业的经验 是怎么应用到制造业上的 彼得森在广告行业积累的经验之中 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要从用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等于说要换位思考 这条经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好像是平淡无奇的 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就更不用说去灵活运用了 而彼得森就是一位换位思考的老手 在广告公司的时候 彼得森的换位思考主要是从广告受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他善于用市场调查的方法去研究到底是什么因素 能够激起消费者产生购买的欲望 然后通过广告创意把这个因素给突出出来 比如说彼得森在帮助一个狗粮公司做广告的时候 他就先通过市场调查 发现很多狗主人都担心自己的宠物超重和不健康的问题 然后彼得森就要求创意人员在广告画面里面 突出宠物健康运动的形象 这个广告传递的信息就是 我们这种狗粮特别适合那些缺乏锻炼的城市宠物 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刚才我们说到 在离开广告行业进入了制造行业之后 彼得森进入的公司叫贝林巧公司 当时这家公司雄心勃勃的准备开辟面向家庭的视听设备市场 当时贝林巧公司的工程师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产品上 大家都觉得说 只要我们的产品足够好 功能足够强大 哪怕操作有点复杂 这个问题也不大 但是彼得森就运用了 他在广告行业的换位思考经验 他就自己扮演顾客 然后就亲自使用了一遍产品 然后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反映出 贝林巧的产品设计太复杂了 说白了就是不好用 然后工程师们就说 这个复杂也没关系 反正用户是可以对照说明书 学习我们的操作方法的 这时候彼得森就说 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为用户着想 很多时候用户是不会随身携带说明书的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产品设计的尽可能的简单一点 这种从普通客户的角度出发 去测试产品实际使用体验的方法 被称为彼得森测试 这种方法就来自于他广告行业的经验 你看这种来自广告行业的经验 对于他在制造业的成功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彼得森在商界的经验 是怎么被他带入政界的 彼得森在离开贝林巧之后 就进入了政界 曾经担任美国商务部长 他在刚一上台的时候 就遇到棘手的难题 而他在广告业和制造业积累的营销经验 帮助他打开了思路 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好办法 其中一个难题叫做海豚危机 当时美国商务部承担着保护海豚的职责 这是因为在大海里面 海豚经常会和金枪鱼接班游泳 而渔民在用大型的网来围捕金枪鱼的时候 就会把很多海豚也卷到网里边去 然后在脱网的时候 就会导致大量海豚的死亡 这个情况就引起了环保主义者 和普通民众的不满 他们就希望彻底禁止金枪鱼的捕捞 然后为了保护海豚 为此民众就给商务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金枪鱼产业关系到美国的出口 也关系到很多渔民的生计 商务部是根本不可能为了保护海豚 而发布捕捞金枪鱼的禁令的 所以商务部就成为了民众眼中的海豚杀手 好 那这怎么办呢 彼得森在商界积累的营销经验就派上了用场 他首先下令要研发一种新型的金枪鱼渔网 这种渔网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捕捞过程中 对海豚的伤害 然后他充分运用了商界的营销经验 他首先挑选了一只曾经出演过电影的明星海豚 然后举办了一次公开活动 邀请了很多环保人士和媒体人士到场 在这次活动上 彼得森就特意特别亲热的 就抚摸这只明星海豚 然后让摄影师拍摄大量的镜头 展示商务部长和海豚的亲密互动 同时彼得森当场宣布 商务部正在研究对海豚更加安全的欲望 结果他的营销手段大获成功 就一举扭转了商务部的不利形象 等彼得森离开政界进入华尔街的时候 他当时并没有多少金融学的专业知识 不过他之前在商界和政界长期摸爬滚打的身后经验 特别是他长期积累的强大的人脉资源 足以支撑他在华尔街风生水起 彼得森在刚到雷曼公司的时候 当时公司遭遇了巨大的危机 在政府债券的交易里面 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就是自尽捉金见赚 而合伙人之间也是四分五裂 在这种情况下 彼得森运用自己在白宫磨练出来的 游税和平衡技巧 说服合伙人暂时搁置矛盾 大家说好 就算是要离开公司 也暂时不要兑现之前在公司投入的资本金 这个做法最终帮助雷曼渡过了难关 随后 彼得森带领雷曼公司扩大了业务范围 他选定的方向是企业的收购兼并业务 而这项业务的开展非常依赖人脉 彼得森跟很多公司的首行执行官 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他的人脉积累帮助雷曼公司 得到了不少业务机会 打开了全新的业务领域 但是在后来 彼得森厌倦了雷曼的勾心斗角 他决定和雷曼的同事施瓦茨曼两个人出来创业 他成立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黑石公司 而像黑石这样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主要的业务方向仍然是收购兼并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俩对这个业务都很熟 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业务 可以充分发挥彼得森的人脉资源优势 正因为有这种优势 在成立初期只有40万美元的黑石公司 能够迅速起步 比如说在彼得森从政期间 他和索尼的创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个关系使得索尼成为黑石起步阶段 最重要的咨询业务客户 而彼得森在雷曼时候的一个同事 去了英国宝城保险公司负责投资业务 而这个关系则帮助黑石的投资基金 拉到了第一笔大额投资 有多少呢 有一个亿美元 这对于当时的黑石来说非常重要 就这样黑石一步步的打开了局面 最终成为了华尔街的资本之王 好上面我们说的是彼得森的拿手本领 把不同领域的经验和积累融会贯通 他在制造业运用广告业的经验 在白宫运用商界的营销手段 在华尔街则充分利用政商两届 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人脉 所有这些都帮助他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好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 我们来看看彼得森是如何用自己坚持的价值观 来塑造黑石公司独特的商业模式 也为自己开辟了公益人生的 我们前面说到像黑石公司这样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核心的业务是企业的收购和兼并 具体来说呢 就是做三件事情 第一找项目 在合适的时机寻找合适的并购目标 要么就是价格被严重低估的企业 要么就是升值潜力很大的企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是找钱 也就是募集并购所需要的资金 这里面包括自有资金 也包括来自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的资金 然后怎么通过精心设计的财务杠杆来撬动并购项目 第三点呢 就是交易 涉及到怎么低价购买目标企业或者企业股权 再怎么以合适的时机和方式高价卖出 退出变现 上面这三点呢 就组成了私募股权机构的基本商业模式 不过彼得森创立的黑石 在商业模式上也有它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和彼得森的个人特质 息息相关 也就是黑石坚持善意收购 而这个跟当时的行业主流是不太相符的 黑石的成立是在1985年 那是一个美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从当时的行业主流来看 恶意收购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所谓恶意收购呢 就是在收购的过程里面 不管对方是不是同意 就直接利用市场规则进行强行收购 而在收购完成之后呢 买家往往会对公司的业务 管理和员工做出单方面的粗暴处理 甚至会把原来的管理层 全部无情的裁员裁掉 有一本经典的商业名著叫门口的野蛮人 讲的是1988年的一个经典收购案例 当时有好几家私募股权机构争夺一个美国的食品巨头公司 叫纳贝斯克公司 而最后的赢家呢 是私募股权巨头KKR 这次收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意收购 收购者和公司的管理层就进行了激烈的对抗 而野蛮人这个称呼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眼中私募股权机构的形象 他们追逐利益冷酷无情 但是黑石公司反对恶意收购 旗帜鲜明的坚持善意收购 黑石的善意收购 也就是在收购前和原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充分的沟通 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诉求 而在收购之后呢 也尽可能减少对公司的业务管理和员工做的单方面的粗暴处理 而有的时候呢 黑石还会帮助目标公司击退其他的恶意收购者 好 那黑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和行业主流背道而驰的选择呢 这个跟彼得森的价值观很有关系 我们前面说过 彼得森在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 一直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他重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 他离开广告业 离开白宫 离开雷曼兄弟公司 都跟他对这一点的坚持和重视有关 同样的呢 这一点也会影响黑石的商业模式 所谓的善意收购模式呢 就是在于和目标企业的股东和管理层充分沟通 友好协商 在赢得信任和尊重的前提下 换取各方对收购交易的认可和支持 而在善意收购完成之后呢 一般也会保留大部分的管理人员 在某种程度上 这种善意收购模式 也是彼得森价值观的延续和体现 当然 彼得森毕竟是驰骋政商两届多年的华尔街大鳄 他之所以为黑石公司设计了善意收购的商业模式 除了他比较看重信任和尊重之外 也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面 有重视长远利益的一面 他选择善意收购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能够长久的发挥和运用自己的优势 让黑石的生意长长久久 彼得森进入金融业可以算是半路出家 他的优势并不在于专业素养 而在于身后的人脉 如果搞恶意收购的话呢 虽然可以挣到快钱 但是显然不利于维持人脉关系 做成一笔生意就会得罪一批人 时间长了 人脉的积累就消耗完了 公司的路就会越走越窄 而相反如果采取善意收购的方式 虽然需要和各方股东 还有管理层进行艰苦的反复沟通 有的时候还需要出让利益 但是生意一旦做成 就有可能实现多方共赢 这样一来呢 不仅不会消耗人脉 还可以巩固和积累人脉 公司的名声就越来越好 路也会越走越宽 黑石做成的第一笔并购大生意 就是典型的彼得森式的善意收购 1986年著名的恶意收购者 卡尔伊坎开始增持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 美国钢铁公司面临恶意收购 和金融敲诈的威胁 而为了得到周转资金 摆脱袭击 美国钢铁公司决定 出售其运输部门的 51%的股份 而彼得森就说服了 美国钢铁公司 把股权出售给一个 友善的合作伙伴 而黑石准备担当这个善意的合作者 在参加竞标之后 黑石和公司的管理层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而且一开始都不谈价格 只谈怎么改进运输部门的 运营管理问题 也就是怎么更好的支持 美国钢铁主业的发展问题 这个动作得到了管理层的积极响应 最后运输部门被分拆出来 成立了运输之星公司 黑石以5亿美元 买到了公司的51%的股权 这间由黑石掌控的公司 跟美国钢铁的主业 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同时黑石帮助运输之星 改善经营管理 让公司的价值也得到不断提升 12年之后 黑石才最后卖光运输之星的股份 每年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129.9% 通过这种善意收购 黑石在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 也收获了良好的声誉 为后面的生意打下了基础 这间公司能够在三十几年的时间里 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私募机构 华尔街的资本之王 显然这种商业模式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黑石获得事业成功之后 彼得森淡出商界 进入全新的公益领域 2007年黑石上市之后 彼得森获得了十亿美元的财富 他宣布淡出商界 但是他不是真的休息 而是更加积极的讨论公共政策 赞助学术研究 2008年 他把自己的十亿美元拿出来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关注那些可能危害美国和美国家庭的挑战 特别是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的挑战 通过这种方式 他保持了跟社会各个阶层的密切沟通 而且发动大家加强关于公共事务的沟通 共同应对挑战 你看 这个基金会关注的领域 也反映了彼得森对长远利益和长期问题的关切 这一次 彼得森从华尔街巨头成为了著名的公益人士 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成功跨界 好 那说到这 这本书的内容就聊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讲了彼得森面对人生挑战 坚持自我开辟跨界人生的故事 第一次他面对无良老板 第二次面对公司内部的政变 他都选择了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信条 不惜放弃原有事业开辟新领域的道路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收获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 这种选择和放弃是他的人生特质 也是他审时夺势目光长远的理性判断 也是他不用在一棵树上掉死的强大信心 然后我们介绍了彼得森把不同领域的经验和积累 融汇贯通的独特本领 他在制造业运用广告业的经验 在白宫运用商界的营销手段 在华尔街则充分利用正商两届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人脉 帮助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 最后我们讲了彼得森所坚持的价值观 对于黑石独特的商业模式的影响 彼得森的价值观是重视良好沟通 看重长远利益 出于这种个性 他为黑石公司设计了善意收购的独特商业模式 这种模式帮助黑石公司在众多私募股权机构中 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最终成为了华尔街的资本之王 而彼得森的价值观 推动他从黑石退休之后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再次完成人生跨界 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的英文版叫做 The Education of an American Dreamer 值一过来就是 美国追梦人的人生课 其中的关键词就是美国梦 那什么是美国梦呢 彼得森认为 美国梦是自我激发 突破人为限制的进取心 是努力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和权利 在他看来 自己的跨界人生就是美国梦的写照 他从美国中西部小城希腊移民的后代 成为跨界精英的里程 他在几十年的奋斗中 坚持价值操守 发挥自己才干 一次次勇敢突破行业领域界限的拼搏进取 既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也能给他人以启发和激励 好 那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